深夜小云从梦中清醒 他看向了背后的自清 又想起了那段被人肆意蹂躏 生不如死的日子 因家境贫寒 小云被家人卖到了青银班 别看青银班这名字取得还算高雅 可越见不得人的地方 越是要用华丽的表面 遮住下面那一层不堪入目的真相 青银班是个谣字 而小云则成了一个 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的谣解 因姿色出众 身材又好 小云很快就成了青银班的头牌 老宝就在他的背后刻上了一朵花 刻上这朵花 你以后就是个女人了 一个让男人找乐的玩意儿 无论你以后走到哪 别人都知道你是个谣解 小云的名声很快就为他带来了 众多有钱的客人 九爷就是其中最有钱的一个 因生意做得好 为人又精明 九爷不仅生活过得滋润 还在城里立了个好名声 街上的人无意不夸口称赞 九爷是第一次到这青银班来 老宝见到这个移动的小金库 自然是脸都笑开了花 开口就让小云坐在九爷腿上 可方才二八妙龄的少女 正是害羞的时候 小云站在原地 是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九爷自然是看出了小云的局促 连忙摆手说算了算了 他让小云坐在对面 两人就这样闲聊起来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山东人 山东啊 山东什么地方 山东宁静 咱们还是老仙啊 小云孤身一人在这虎狼窝内 多日提心吊胆 此刻见到自己家乡的人 又是这般平易近人 难免多生了几分亲近 而九爷自从见了小云之后 晚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第二天就带着钱去了轻盈班 把小云赎了出来 小云低着头 一言不发地跟在九爷身后 眼见气氛是越来越尴尬 九爷突然停了下来 开口对小云说道 你要是想走 我不拦你 可你要跟我回去了 就得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小云犹豫挣扎了好久 可自己一个妖姐 孤身一人又能去哪呢 小云想到这也不带犹豫 咬了咬牙还是跟了上去 年轻的咬姐和有钱的老头 这是大家都喜闻乐见的 茶余饭后的谈赐 可让人奇怪的是 九爷只是打着帮助老乡的旗号 让小云留在家里帮忙 并没有要收了小云的意思 为此九爷还和妻子吵了一架 二儿子宝毅也是对此很是看不惯 可他又不能说自己的亲爹 只好把帐簿一摔出去了 不料刚好碰到了躲在屋外偷看的小云 宝一看着娇羞可人的小云 一时静呆住了 等他回过神才觉得这样大为不妥 这是他爹带回来的 羞愤之下宝一连忙低着头跑开了 而小云看着宝一圆区的背影 心里却泛起了涟漪 不得不说 九爷对付小姑娘还是有一套的 又是买零食 又是买衣服 又是处处哄着 小云也是一点点的看见就要沦陷了 可让九爷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终坏了自己好事的竟是自己的儿子 原来有一天 一个流氓见小云貌美起了歹心 他设法治走了九爷 那个智力有问题的大儿子宝贵 便要对独自留在屋内的小云下手 幸好宝义带着宝贵几时赶到 痛打了流氓一顿 这才保住了小云 小云虽然安然无恙 可英兄弟俩知过机的反应 免得城里众人那是猜测不断 越猜越离谱 眼看自己多年积累的名声 就要毁于一旦 加上他对小云是垂涎已久 九爷想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找到小云 这名不正则言不顺 他给小云两个选择 要么成为他的女儿 要么 九爷虽然话没说完 但小云已经明白了九爷的意思 他低着头沉默良久 他不是讨厌九爷 只是还想再等等 有个年轻的二少爷 谁想嫁给一个糟老头子呢 九爷看着沉默的小云 叹了口气 也罢 再等等吧 可这一等就给了小云和宝义 发展感情的机会 宝义自从那次救了小云之后 也是彻底的沦陷了 他开始不管不顾的疯狂追求小云 一有机会就到小云眼前献殷勤 小云也是整天 在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之间周旋 可九爷又不是个瞎子 自己的儿子整天在干什么 他看得清清楚楚 九爷心里清楚 再这样下去就出事了 不能再等了 九爷找到算卦的 选了个好日子 决定把小云 嫁给智利有问题的大儿子宝贵 可遭到了宝义的坚决反对 不怕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这条大街上的人都知 咱家现在也是有头有脸的 总不能娶一个 姚姐 是吗 你真能娶她吗 满腹心事的宝义来到了小云房间 他支走宝贵 一下就把小云抱在怀里 二人自然是干柴烈火 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天 九爷再次找上门来 对小云说要把他嫁给宝贵的事 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小云 顿时如遭雷击 九爷还把宝义叫了过来 让他选个好料子 给小云做深衣服 可昨日还态度坚决的宝义 此时却变得微微懦懦起来 他张了张嘴 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小云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个昨晚和他恩爱非常的男人 犹如万剑穿心般悲痛欲绝 小云就这样嫁给了宝贵 大婚那晚 小云在心房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宝义在外面喝得烂醉如泥 九爷又一次难以入眠 只有宝贵仿佛什么都不知道般 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一早 哭了一夜的小云在门口遇到宝义 宝义显然在这里有段时间了 他叫了声小云 想说些什么 可小云张口就是一句二叔 这一声二叔把宝玉的话彻底读死了 他大叫着跑了出去 本来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此刻因为一个女人变得几乎支离破碎 九爷也知道二儿子心里有气 便张罗着也为他寻一门情事 这样或许就不会闹得那么僵了 大婚当夜 宝义又是喝得烂醉 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新娘子也只能暗自流泪 第二天新人进茶的时候 小云却直勾勾的盯着宝义 硬是不去接那碗茶 直到听宝义叫出了那一句嗓子 小云这才伸出了颤抖的手 可剧烈的情绪波动下 哪还能接得住 只听啪哒一声 好 各回各屋吧 宝义和宝贵两兄弟分别住在东西厢房 只有一强之隔 每到晚上 宝贵房间总会传来残叫 然后就是小云 一山单薄地从屋内走出来 蹲在门外 宝义听不下去 他连忙跑出去抱住小云 可他身为小叔子 于情于理都不该插手 宝贵也赶紧跑了出来 让宝义找自己的媳妇去 宝义的妻子奉先则幸灾乐祸 认为翠云自作自受 他本就是个妖妾 伺候男人不是应该的吗 直到有一天 小云突然哭喊着从屋里跑出来 原来今天是他的生理期 可宝贵还是要和他亲热 他实在受不了 九爷得知此事 怒至宝贵 宝义眼看翠云至见憔悴 遍体鳞伤 他内心苦闷愧疚 正是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他要带着翠云私奔 彻底离开这个水深浑热的地方 这个想法愈演愈烈 宝义终于付出了行动 第二天趁着大哥不在 宝义悄悄溜进小云房间 小云听到宝义的想法后 露出了后背上的自己 他何尝不想离开 可他身上永远带着姚姐的烙印 一辈子都洗不掉 小云希望宝义考虑清楚 是否真的要带一个姚姐私奔 宝义心疼地帮翠云穿上衣服 这次他不会再退缩了 奉先发现丈夫不在 带着宝贵一起追了出去 最终再绸缎装 发现了正在收拾东西的宝义和翠云 四人在争执中失手 打翻了屋里的油灯 整个绸缎装都被大火吞没 宝贵宝义和奉先 全部死在大火之中 只有翠云活了下来 九爷听说 此事也是伤心欲绝 气死在当场 小云拿着烧红的木炭 狠狠地按在自己后背的刺青上 让丑陋的疤痕 替代了自己身上的烙印 可心里的伤痕又难什么去抚平呢 小爷又是否为了自己当初的举动 而感到后悔呢 原本无比幸福的家 弄得最后家破人亡 可又能怪谁呢 小云想要的不过是普通人的生活 可他貌美的脸 却为他带来了无穷的折磨 宝义原本已经认清了 他和小云的界限 大嫂和二叔 是宝贵的一次次过分举动 才让宝义的那颗心又蠢蠢欲动起来 可能怪宝贵吗 他只是智力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对女人好 可他一直认定小云是他的妻子 直到最后 他也不允许其他人来欺负小云 或许真正要怪 也只能怪那个时代吃人的社会了